至我所有的金牛座朋友 4月21日至5月20日之间出生的人 这条从2022年11月到2022年12月的信息与您有关 但在开始之前 请先在视频下方竖起大拇指 然后订阅 谢谢 我们开始吧 对于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 所有领域都将发生变化 改进也可能是合作 对于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 某个领域突然崩溃了 它可以是专业的 情感的或家庭的 此外 还有一些事情正在与其他人一起认真落实 这是您期待已久并一直期盼的事情 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 这可能正是专业领域 有背叛操纵的谎言秘密 但你设法发现了 或者揭露了所有这些秘密 这就是导致分手的原因 不管怎样 你已经决定让自己向前发展 以及一些你一直希望并最终会实现的新事物 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 这也可能是一段浪漫关系的结束 它充满了谎言 秘密 误解和操纵 你决定结束这一切 因为你发现了很多东西 因此 它可能会与另一个你一直喜欢的人重逢 一个一直希望你在他身边的人 他已经等了你很长时间 你希望和他一起找到一些东西 这一次 你已准备好与此人做出长期承诺 不可避免的是 到12月初 有些你忠心希望的事情会实现 这可能是阻碍你很久的事情 但今天 你将能够继续前进 因为你将战胜它 对于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 也可能会有交流 他可能会找一个有误会或争吵的人 试图与你取得联系 这将使事情变得更好 这将是积极而愉快的交流 在任何情况下 你的人际关系或业务都会得到更新 并且 如果可能的话 他也可以去旅行 例如 这可能是一次很远的国外旅行 这也可能是一次关于你的业务的旅行 或者与一个有误解的人的更新 而且距离很远 即使是在国内 也可能是这个人向你移动 他可以是一次赶上的旅行 也可以是出于职业原因的和解 但无论如何 这涉及到你们两个之间的合作 基于真诚 真实和忠诚的合作 这是一种富有成果的合作 他将为你们俩的余生带来丰盛 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 也可能只是因为误解和争吵 而与某个人断绝了联系 而你已经失去了联系 但是这个人会回来与你交流 你们甚至会看到对方的身体 然后你们将开始一段新的合作 无论是专业的还是感情上的 但你们的合作必然会有一种安排 重逢更新和成果 从长远来看 这是对你有益的事情 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 也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人和两种不同的情况 对于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 也必须是同一个人 而且如果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 他们中的一个似乎比你年轻 并且目前处于一段关系或另一段关系中 你甚至知道他的搭档可以控制这个人 两个人中的另一个 似乎也是一个很专制 很霸道很有战有欲的人 无论如何 他可能是一位老朋友或旧关系 与他们有更新和团聚 但这两个人中 你会疏远其中一个 因为他冷漠 易怒易怒 相反 你可以更接近那个看起来比你年轻的人 即使他们在谈恋爱 因为他是一个对你真诚 真实 直接的人 与这个人在一起时 您可能不得不时不时地玩弄或欺骗 对于你们中的某些人来说 他也可能是您将要建立的结构 自主的东西 你会把自己放在自己的账户上 但这种结构涉及与孩子或比你年轻的非常年轻的人和解 您将为他们提供支持或学习 这些人将需要您 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 对于这段即将恢复的感情关系 你可能是彻头彻尾的第三者 也就是外面的人 在和一个已经有关系的人发生关系 但这段关系将以专业合作为借口 正是在此基础上 你将能够与这个人一起蓬勃发展 但这是你知道的事情 你将完全假设它 或者你是处于恋爱关系中的人 并且你会完全假设要玩弄一个比你年轻 并且也处于恋爱关系中的人 但你会在专业背景下 或以专业合作为借口这样做 上面详述的消息将适用于 2022年11月至2022年12月的金牛座人 否则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开始体验了 感谢您一直坚持到本视频结束 现在 如果您还没有 请不要忘记在视频底部竖起大拇指表示喜欢 然后分享并订阅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其他星座的信息 非常感谢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